哈喽大家晚上好 我是何老师 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画一下 中国传统画法公主画 因为最近我画的是 一块牛肉 我还是在刚刚的第二遍 还有很多颜色还需要上 因为中国的公平画是需要画三帆水污染 非常多的工具 可能会有的时候是超过九遍的 会很多很多遍 一层一层的 这样的话颜色不容易掉 而且它的颜色它会很深 它会深到骨头里面去 然后这种感觉呢就是我特别 也是我最喜欢的 就是如果你看它们画的茶花 或者是牡丹花的 或者是山茶花 或者是 其实就是红的话 它那个红色特别特别红 红到里面去的感觉 所以那种那种的画法 维持相当的体会 今天呢算是第一二遍 所以你看它的颜色还是没有特别出彩 然后如果我们染到后面呢 你就会感觉它会比较的丰富 然后它的丰富是从里到外的一种颜色的渗透 所以我们就一起来画吧 首先你要找一支毛笔 我用的是佳剑的中白云 白云笔就是阳豪 但现在已经看起来是红色了 它本身应该是白色的 看好了以后就可以用了 如果你想知道怎么选毛笔的话 你可以看 嗯 何老师以前的视频 但是 我告诉大家 选毛笔 还有 价钱到底是哪里 嗯 不要太贵 嗯 因为如果是画工笔的话 用不了太贵的毛笔 嗯 用一年两年就可以换掉 不是说 想选花一支毛笔 用十几年的 所以呢 嗯 那就是一般的普通的毛笔 就可以了 只要它不钓毛 如果它常常钓毛的话 你画起来会比较辛苦 嗯 好了 我们废话就不多讲 就继续吧 因为我画的是 它有很多的细节 就是那种牛肉的精脉 就是那种牛肉的精脉要化出来 肥肉和瘦肉比较均匀 其实大部分还是属于瘦肉 它肥肉的部分是比较少的 嗯 我们就继续画吧 有神的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问我 在下面留言 如果需要知道颜色啊 怎么用啊 或者哪些 一些问题都可以问我 都会尽力而为 嗯 外面就是有一些 汽车的声音 虽然是晚上了 嗯 但是这边 嗯 马路会有一点点声音 嗯 嗯 我们只要是看画面 所以 不要说太大的影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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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